那说到这儿好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 就是让紫棋会给熊猫做一些风容的东西 现在有没有想法啊 紫棋 如果让你给她准备点什么的 或者做点什么的 你有没有想过给她的 好像我去年做了一个 去年 去年做了一个 就是一个往下拉 要特别用力 然后里面的苹果和胡萝卜 那些都会滚出来的一个小道具 这个道具听起来比较复杂 还好 去年有那个有像老师们教我 那个也是很简单的 今天也有老师 一样有老师 没有没有 看看今天熊猫姐姐的手艺 能做出什么样风容的好玩的东西 来 您请 您请 没关系 主要是老师会教的 我们成都熊猫基地选择的这些风容的物品 我们都会选择一些贴近自然的东西 因为不会选一些特别像塑料做的那种东西 都是这种蓝猪筒 这种竹框竹子这个纯手工编的一个竹子框 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动手能力 紫棋真的是非同一半 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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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非常好 那我们也可以把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消毒 然后给熊猫挂到运动场上去 放一些熊猫吃的东西 然后让它吃 然后它是半蹲着起来 抓还是用嘴去咬 它自己就会开动脑筋